阿难 阿难 你一直以为你的真心是借来的 那我们来说 如果是借来的 他就回得去 还得掉 如果这些还得掉 他本来就不是你的 那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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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还不掉的 不是你的又是谁的 所以佛陀用这样子的逻辑 来让阿难开始了解 如果我们 听到的法是 攀缘的结果 这个法就会扭曲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月亮 结果没有看月亮去看指头 所以最后看不到月亮 也看不对指头 所以通通都错 那如果我们 现在听到了法 他是可以让我们 开悟的表示 我们是借由这个法 真正看到月亮 所以阿难 你不要怀疑你自己的 那一颗月亮是谁的 你自己的 佛陀只是借由一些方法 让阿难真正认识自己 好 可是阿难他是需要被说服的 所以佛陀他先破 攀缘的法 如果那个法是 你是攀缘心听的 你也听不到真正的法 那再来破能源的心 这个心如果他是攀缘的 他会离成 五体 记不记得 离成无心 因为这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佛陀说若以分别我说法应为心 这个分别心 能够分别现在讲的这个法 能够听 能够思考的这个 是真心还是妄心 阿难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妄心 如果他是妄心 他就会听法的时候懂 没有法的时候就不懂 是不是 叫做成生 则生 成灭 则灭 好 那如果呢 能分别法应的这个心是真心的话 他就不管有生 没有生 成生 成灭 因为他都不会影响这个心的作用 好所以呢 这个心应该要离开一切的声音 而还有存在他能分别的这个本质 好所以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真心 这个真心应该是离成有体的 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 在十八页的时候 讲到 前程虚妄想想 这是妄心 妄心是离成无体 成生则生 成灭则灭 但是如果是真心呢 离成有体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现在在听的 这一个 好 你如果以为 好他是假的心 那应该听完法之后 他就没了 可是你现在听了 你却能够理解 不管佛陀有说没说 你都还能够分别 那你还在怀疑他是假的 那就说不过去了 好所以呢 佛陀就说 哎 你看屁股 如果 我们 听到 你好棒 这个 这个自己啊 会开心 这个开心 是因为你好棒 人家称赞我而开心 是真的 还是假的 假的 为什么 因为 他说你好棒 我就开心 那如果他不说你好棒 我就不会开心 那剩下的那个 是什么 是不是 就会 失落 同样的 有人说 你不是人 然后我就很生气 好 那 哪一天他不骂你的 你就 也无从 发脾气气 那 这个 能够 帮助我们 生气 帮助我们 很高兴 让我们喜怒哀乐的 这个 又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的 忘事 是我唯一的心 现在阿难 你还是没有摆脱 你自己 觉得自己是攀元星 好 所以我们就要来检查 好 如果你现在 是真的用你的心 在过生活 在听法 在用功 在修行 那就不会随着 成生 折生 成灭 折灭 就是 无所去 他不会随着因缘变化而失去 好 那 这个忘心呢 他会随因缘变化而灭 真心 他不会随着因缘变化而失去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检查一下 我们面对的 一个情境 好 最常发生的可能就是 现在的这个人 发生的事情 这个人在做什么 洗车子 是 请问 有车阶级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会自己洗车的举手 很好 好习惯 好 我们洗一次车 要几分钟 请回答 20分钟 有没有人洗久一点 一寸一寸洗 洗一个小时 爱车嘛 爱车我们会 洗又打蜡 所以洗车 20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你通常是假日洗 还是平日洗 放假的时候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在假日的时候 想要来 把自己的家里面整理一下 那洗车的时候 是心情好 还是心情不好 好 心情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看到那个车 被我们洗得干干净净 觉得很有成就感 好 那这些人在洗车 可是 在旁边的草丛 躲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干嘛 偷看人家洗车 什么意思 洗车有什么好偷看的 好 所以 这位男士 洗完车 车子好干净 等到他打开车库 这个男子跑出来 把他的车怎样 开跑了 为什么 他开谁的车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 他刚才洗的是谁的车 别人的车 那他自己的车在哪里 为什么会洗错车 一样的行 只有哪里不一样 所以他什么时候才发现 洗完才发现 所以这一切 是阴谋还是阳谋 有没有看到 他自己的车现在长什么样子 还是那么脏的样子 好 所以现在发生了一件 这个事情 谁的错 真的吗 好 我们问 各位如果你是他 如果你是他 你准备要花多少时间生气 啊 羞的这么好 都不会生气的 哇 哇 觉得自己好厉害喔 好有服务精神喔 啊 都被别人骗了 都觉得很开心 是不是这样 所以啊 都洗了 对不对 只能很无奈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他不是只是洗车 如果这是我辛苦好久 在公司 熬夜 加班 做出来的一个计划 然后 然后 整晚去用房去 然后到最后 诶 那个经理那个位置 我已经准备要可以去了 就被人家抢走 功劳 便别人的 过错 便自己的 你准备要 多久 这个人 他就是故意的啊 躲在旁边 他设计你 他陷害你 我们身边有很多 这样子的人 他随时随地 可能因为嫉妒 可能因为竞争 可能因为某一种素质的冤结 所以 他找到你 来 让你陷入一种痛苦的境界 好 这时候事情发生了 我们怎么办 好 我们想想看 假设这个人 他就是 洗车一个小时 愉快还是难过 愉快 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别人的车 是不是 结果后来他发现 他帮别人 为人作驾 好 然后呢 他生气三个小时好了 请问 三个小时 最后生完气 车子干净的没 或者是 那一个偷他车的 偷让他洗车的 回来跟他陪不试的吗 不可能 所以你到最后那三个小时 要做什么 就是白生气 但是有时候 我们不只生气 我们还会回去 我看到谁我都很气 是不是 所以一整天假日 因为早上这一个小时 泡汤 所以让其他的 二十个小时 也泡汤 就没有心情出去啦 因为本来洗好车 想要出去兜兜风啊 带个孩子啊 带个家人啊 出去看看老朋友 然后呢 因为这一个小时 然后全毁了 那值得吗 所以我们知道不值得 可是 当我碰到的时候 很难放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 看清楚 各种的 因缘生 因缘灭 的关系 好 所以 在 四十二章经里面 佛陀 他 也遇到过 很多这样子的小人 他到处放谣言 甚至于直接到 到他的面前 骂他 他都没有回应 好 那 他的弟子就说 佛陀 你这么受我们尊敬 他这样子讲 恶意的宣传 都是不时的谣言 你为什么不开个记者会 讲一下 讲清楚 我们大家才会知道真相 佛陀就说 请问 如果你 送了一个礼物给 那个人 那个人 他没有接受 你的礼物 最后礼物回到谁身上 是不是 礼归子乎 这个礼物回到哪里 就是送你的人那里 所以你要让事情不要复杂 让伤害降到最低 就是你不要接受这个礼物 你明明知道他是炸弹 你又接受 接受之后呢 你又没有办法承担 又为他痛苦不堪 然后又在抱怨 所以到最后 两败俱伤 你只要练习 把不是你的 还回去 还不掉的 那个才是 我们真的自己 要好好的照顾 所以呢我们常有时候会 很愤愤不平 为了别人在那边生气烦恼 可是我们想想看 佛陀讲 恶人害贤 如果你是一个贤人 你就好像是天 这个坏人看天不顺眼 对着老天爷吐口水 请问最后口水跑到哪里去 是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个 跟他同一个方向 然后去接他的口水呢 是不是 逆风扬成 逆着风 然后在那边踢灰尘 最后灰尘跑到哪里 又飞回来 所以呢我们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想不清楚 为了一时的愤恨不平 然后陷入那个渊渊相报的情节里面 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 受到这种一元的牵扯 因为事情的真相 那本来就不该是我们去受的 你就不受 该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就好好的照顾 而不是自己的事情不做 每天都去管别人的事情 是 我打他也 我有其地位 散过来 散过来 多久 视频道 感谢邀请